说起最能代表本田高转引擎的巅峰之作 数1999年上市的S2000当之无愧 作为本田的经典小跑车 S2000车型一直以其小巧精致的外观和出色的操控性能吸引不少粉丝 甚至有很多本田粉业笑称S2000才是真正的JPF之物 虽然在它之上还有老大哥NSF的存在 但相比起价格高不可攀的中置超跑 S2000定价40万元清明的价格以及优秀的机械素质 使它真正领得了平临法拉里的称号 直到如今 接近20年车龄的S2000 二手市场竟然还能卖到100万元的夸张地位 依然是一车难求 说到S2000 总绕不开那台高转的轮头发动机 在那个年代大马力还要靠排量和涡轮的时候 VTEC技术的出现震惊了所有人 尽管本田在升公率方面早已是如为挂 然而6000转爆VTEC一直到9000转 百公里加速5.6百 每升可输出125匹马力 对于一台仅有2点微升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来说 着实让人惊讶 它的出现影响了整个90年代的日系高性能车型 它所创的自吸神话至今仍少有车能超越 另外 S2000让驾驶者着迷的地方 还有它的车身设计 发动机置于前轴后方 驾驶座则靠近后轴 不仅能够获得50.50前后质量分配 也能让驾驶者更好地接受车辆的反应 在山路行驶中如鱼得手 所以大家变了它山路魔王的称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